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这次习主席与拜登的电话是应邀 中方是已经做好与美国摊牌准备了 这个通话内容其实就是一些摊牌的内容 为什么中方做好摊牌准备 原因就是美国现在正在准备用G7插手台海 比如说如果中国武统台湾 收护台湾 那么G7要对中国制裁 包括南海 G7插手也就是显示美国人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 他必须拉着G7来 以对华制裁作为筹码来威胁中国 美国的大乡理事会近期就在鼓吹G7联合 对中国制裁标准 也承认中方的反制会引发G7面临数千亿美元投资损失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中美领导人回谈 就中方做好他没准备 我不怕 这个大乡理事会是这么说的 报告说经济视角下相关制裁工具的成本是高昂的 但相比于战争已经是低成本相关了 你说他认为和战争相比 经济制裁这个成本还是低的 以核战中的损失评估类比的话 翻译中 翻译了中方对G7实施经济反制能力 他认为中方可以实施的工具涵盖 以高关税禁令压缩中国自G7进口 注意 以核战中损失评估类比 核战这个损失一定比经济制裁损失要大 所以中方也提了 我不怕核战 在南海问题上我不怕核战 所以G7按这个评估 按核战评估的 一旦开打就是核战 所以他认为那就是首选是经济制裁 也就是说 先经济制裁才会有直接的军事对抗 所以咱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逻辑 所以说美国人现在要搞的经济制裁 他现在新兴建有经济制裁 所以说他认为 以高关税禁令 中国会以高关税禁令压缩来自G7的进口 提到了中国的稀土 清洁能源 这些物项出口会射线等等 中国不出口稀土了 他这个报告说 中方反制获使的G7有3580亿美元 对华出口处于风险状态 G7在中国还有4600亿美元以上的 直接投资 说中方这个行为他们进行了判断 认为中方将对G7进行分化 试图将使的G7从外部进行割裂 然后寻求构建更大规模人币结算机制 应对G7制裁 也就是说G7内部首先是会分化 有些人 法国现在典型嘛 就不愿参与你美国的制裁 那么G7内部可能会出现分化 然后有的人参加了以后 我会用人民币结算来替代你的G7结算 就是美元欧元日元我不用了 所以等于是人民币 你买中国商品要人民币了 他这个智库甚至罗列了一下信息 说G7在评估大陆收台时实施制裁的可能性的时候 中方有多元反射工具 要他承认中国有很多反射工具 所以G7发起对华制裁一定会投资机器 审视G7对华正面硬碰硬潜在情形时有几点 做参考 第一美国对华封锁围堵 他说华为是首要参考对象 华为遭受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围堵 在华为促进自己的主根技术研发 然后促进构建引领美国之外的技术标准 所以华为当下的数据库 自动驾驶 芯片设计 算力基座 通信技术等方面 现在有多为粗货 美国嗅到 嗅到这个危机 所以行动就使得美国国内 已经是认识到 这是一个长期危险 但美国的动用全部力量围堵 是失败的 美国承认失败了 从去年8月份的MAT60 预计芯片性能再上一步的MAT70 美国的封锁已经出现了系统性崩溃 它的封锁阵线已经出现系统崩溃 从宏观层面看 华为比亚迪大疆 这头部中国企业引领的产业变革 中国具备了向外输出 系统性产业体系这个能力了 建立一套中国经济内循环结构 就说我在海外可以建立一套中国内循环结构了 不需要美国了 就光从中国大疆比亚迪 华为这三个就基本上 投不起引领的产业变革就可以 不需要你美国起 一个华为就相当于美国苹果 微软等等那些一套系统 还有说 以中国为中枢 能涵盖中亚 中东西亚 中南半岛 南太 非洲 拉美的产业体系 现在已经形成了 等于是你对中国的G7 对中国的制裁为主 那等于是给了中国一个机会 让中国把这个产业正好扩大 来自01年加入世贸至今 中国二十多年已经走过了 从产业跟进者到产业力 人盈者这个转变了 也就是说现在看中国 已经获得世界认可 东南亚的很多人都认为 在中美之间选 很多人选中国 原因在哪 原因人家开着比亚迪车 泰国很多人 就比你特斯拉便宜还好 引领中国的新轮产业革命 那就使得美西方失去了 与中国进行产业战争的 基本筹码了 美国西方在制裁上 尤其俄国制裁 也可以当一个参考 他提到了俄国 这是一个表现 非常拉垮的美国 不过是战争这块 实际俄国人突破了美国封锁 就是一个试金石 从他这个整个表现看 显然说明西方 对全球主导地位已经下滑了 对俄的禁运 包括欧洲的禁运等等 都没有任何意 同时引发美元提议 越发的扩大它的漏洞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去美化 也说从美国智库看的 几个例子来看 美国人对中国要想搞G7 要想封锁 基本上是没有成功可能性 美国西方对华全面的贸易战 恐怕就是他们自己的丧钟就敲响了 搬起石头咋自己脚 所以当下美国人现在做一个非常矛盾抉择 敢不敢赌一把 如果在现在的情况下 美国对中国进行封锁 实际拉着G7 那可能就是中国也不客气了 我的整个的外贸结算是有人币的 美元就彻底的真的崩了 但是现在看从耶伦访华 还希望中国去买美战 说明美国人高层是不愿意做的点 说明这个美西方 对于中国越来越完善的整个体系 越来越缺乏筹码对抗 G7它自身对自己过高估值了 我一直强调 这些G7国家里面没有几个真的是走实力经济 大多数国家都是搞虚拟经济 欧洲更是了 这种方案其实没有办法去赢得未来 因为未来所有的有货才有币 没有货 实际你们现在全是靠中国的货物在支撑 中国是任欧元和美元 可以拿这个东西在中国买的货 但有一天中国不支持了 我收复台湾以后 你对我向俄罗斯亚上限制 我不支持欧元和美元了 那一定会改变 你的估值会重新变化 等于说欧洲 它不光损失刚才讲的四千多亿在华投资 你的欧元整个估值要重新评估的 世界有多少人会再用你欧元了 没有了 有多少人会再用你美元 也没有多少 实际就是变成你们这十亿西方人 在这内部在这玩 玩那个老破又老又破的 美国那套科技循环 那套循环连个VR VR眼镜都能拿出来 可以当个新东西炒 让中国人看头笑 所以可以看这种衰落已经注定了